4. 審議案 案1. 中正區公園2小段599地號等 12. 以土地新建工程 林立石建築原城堡商會 本町店鋪及豐富茶莊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第34條規定審議案 結論 1.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迴避人數0人 出席委員21人 預辦訴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21人同意 0人不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辦訴 故本案決議同意未設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34條左列所有破壞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及主設其關覽通道之餘 2. 請申請單位 1. 被查之報告書及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 至於執行 2. 案2. 大同區龍泉段 1小段206第1號 等無比土地 都市更新案 林石峽市定 5基溫中間22向4號 領執史建築 台北大學公共固設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四條規定審議案 結論 1.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迴避人數0人 出席委員21人 出席委員20人同意 1人不同意 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不本案決議同意未設及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三四條 鎖列有破壞股基歷史建築之完整 遮蓋其外貿及主設其關覽通道之餘 2. 請申請單位 1. 被查知報告書及古蹟歷史建築監測保護計畫 據已執行 案3. 中任區台北九場文化體觀審議案 結論1.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1.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迴避人數1人 出席委員20人 預辦事委員出席委員20人同意 離人不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5. 本案決議同意 有關變更直轄市定谷及台北九場公告 細節相參資料 直轄市公告公告事項也相參資料 另外 廢子歷史建築台北九場四聯動 台北九場民場作業場也相參公告 附件資料 4.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蹟指定及廢子審查辦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登錄廢子審查 及輔助辦法辦理後續事宜 案4. 中正區國愛路4-68-10-12號 及延平南路13號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1.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迴避人數0人 出席委員21人 預辦數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21人同意 0人多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5. 本案決議同意 有關公告事項 請參看附件 3.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蹟指定及廢子審查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案5. 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6及8號 文化資產價值審議案 結論 1.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迴避人數0人 出席委員21人 預辦數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0人同意 21人不同意 同意人數未達出席委員過半 故本案決議不指定 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6及8號 為直轄市定5基 2.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迴避人數0人 出席委員21人 預辦數委員出席 本出席委員21人同意 0人不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故本案決議 登陸大同區延平北路2段6及8號 為第十件竹 公告四項相參附件 4. 本案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 歷史建築紀念建築 登陸廢詞審查及輔助辦法 辦理後續事宜 案6. 歷史建築 6. 碗尾楊 市建築 南京西路241 243 245 247 249 251號 南京西路245號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迴避人數0人 出席委員21人 預辦數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21人同意 0人不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故本案決議 修復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案7. 大同區敵畫間2段28號等16動建築物 現場審查結果審議案 結論 1.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迴避人數0人 出席委員21人 預辦數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10人同意 動別1至16 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0人同意 動別1至5 8至16 予以列策追蹤 動別6、7 維持列策追蹤 11人同意 動別1至5 8至16 不以列策追蹤 動別6、7 解除列策追蹤 2. 動別1至5 8至16 不以列策追蹤 動別6、7 解除列策追蹤 同意人數 達出席委員過半 故本案決議同意 動別1至5 8至16 不以列策追蹤 動別6、7 解除列策追蹤 案8 大鴻區 平化街2段 65號 現場審查結果審議案 結論1.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迴避人數0人 出席委員21人 預辦數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8人 同意啟動文化資產價值審查程序 0人同意 予以列策追蹤 13人同意 不以列策追蹤 2. 不以列策追蹤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5. 故本案決議 同意不以列策追蹤 案9 直辭市 古蹟 中山煙場 撥爐房 修復直在利用計畫審查案 結論 本案委員總人數23人 迴避人數4人 出席委員16人 預辦數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16人同意 0人不同意 同意人數達出席委員過半數 故本案決議 修復代及再利用計畫審查通過 以上提起才是 好 謝謝各位委員 對這個上一次的會議紀錄 也願意見 好 來 請 對這個兩件神明七跟神明八號 我就是一起說了一下 一畫街二段其實它的歷史價值 也超過現在大家天天在那裡買文創商品 也沒有文化的商店間 我覺得上次 尤其我剛剛才打開來 才猜我這個紀錄 其他的委員也非常有不同的意見 我覺得 陸委員會應該有一個機會 跟立場的說明 因為這一個月 我跟很多人接觸 很多人都主動來找我 當然也有在很多人在臉書上來講 他目前要發動這個說 要出來帶領第二次的大高層保護運動 因為已經三十幾年了 大家已經忘記了辛苦 已經滿足了 歷史是 當然是略比較有文化主義 並不是只是在看建築物 所以我認為 第一 針對這個清代生活俱樂文化主義 會有進步的歷史調查 這是我們的態度 第二 文字審議的程序裡面 有兩次會看 因為第二次 烈色的建築已經被拖 像這種事情不應該成為惡例 來影響審議的結果 還有最重要的是 希望能夠請都法局來評估 保存敵化及二代歷史接觸的合理方案 因為這件事情已經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已經預料了很久 那我只是說 我當然甚至到這個區域 這個居民期待生活品質改善的訴求 所以我就覺得 都法局跟文化局 是不是應該盡速 針對臺北市最重要的 哲樂意識接觸 提出相關的哲樂意識調查 和保存的合理方案 而並不是只是我們投票 再來決定 我們決定的只是內天的 建築物 可是整個街坡 整個區域 我一定並沒有一個合一的方案 那我是希望說能保存居民權益 然後只能保存的監控指向 跟當地的居民好好的溝通 輸送方案不上 好 請主要請說明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 絕對是依照條文 跟程序執行的 第一個 第二個 老師如果這樣說明 那天的投票程序 被不算 是不是應該舉出新的試證 第三個是 不是沒有調查 過去二十幾年來 包括發展局 包括那天講的 有很多工作站 那如果說投票的程序 不能夠讓每一個委員 或是每一個市民滿意 那用什麼程序來代替 如果今天還要再重新做的是 翻案的動作 而不是文字程序上的修改 那這個翻案的動作 還是要依法行政 今天有什麼理由 有新的試證發現 可以讓這件事翻案 我們可以在 它的基礎上 能夠譬如說 有一些在文獻上的調查 進入文獻會 或是所謂的資料裡面 而不是在這邊 就空間的心態 做翻案 可能也要請主席來猜試 不然以後 所有投票的程序 其實依法完成 在公開的程序下 這樣是沒有辦法執行事情 好 謝謝 來 蝦委員 來 主席 來 各位委員 現在這個案件 關切老師的想要清楚 我們並不是要求判案 因為這個《理化決二段》 跟《理化決一段》不一樣 《理化決一段》 它在特定區 我們主要把這個計劃之下 做的都是 反正《二段》始終沒有做 那我們勘察委員 事實上我們都有寫一些意見 這意見並不是說反對或戰鬥 就是說這個案子 沒辦法在現有的這個制度上 依於保護 反而造成民怨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說 這個部分 一定還是要通過《讀書計劃》的程序 由《讀書計劃》 怎樣去 他們可以享受跟一段 同樣的一些待遇 當成一個保存 或的話 不光是一個保存 而沒有相對的一個計劃 的確 對他們來講 他們是反抗的聲音非常大 所以我們建議就是說 這個案子 雖然我們在文字單位 我們沒有預計劣測 但是我們還是強力的建議 這個計劃 跟後續的計劃 能夠把它做起來 好好的思考 這個思考模式 不見得一定要去保存那些房子 而是說 能夠把這些都市的文理 或者過去的歷史 有部分在這個計劃裡面 可以展現 不算 謝謝 賭阿俊 這邊在我在 沒有 沒有 好 那個 蔡君子 我想老師的這個發言 應該也是針對地區的一些語情跟民意的反應 我想剛剛薛老師的補充也蠻清楚的 那不管他後續的這個 這個計劃程序怎麼走 那改建跟這個翻新的情況 當然還是希望能夠銜接往後續的 都是計劃的這個不管是容器轉移的調配 或者是街區的完整性 那我想原則上我們還是把這個兩位老師的這個發言 特別會載記在今天的會議紀錄裡面 那就程序上這個部分 我們還是依這個文字法的這個程序往下走 好 以上 好 謝謝 本案這個我們今天是要確認上次的會議金 所以這裡邊的文字除非說有什麼樣的一個錯誤 我們可以提出來 那麼針對上一次的會議紀錄 我們這個程序就是予以確認 予以確認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剛剛針對邱老師的這個發言 我們這個 除了剛剛蔡警長提到說 可以列入今天的這個會議紀錄之外 那麼就送請文化局局來編議好不好 OK 沒有問題 報告主席 這是一個建議案 我們會把這樣的一個紀錄的建議 送發展來參考 好 就按照剛才這個 副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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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行細則第十文條辦理 108年起本局規劃分三年度辦理自行谷查列車 自行谷查建物仿飾清查作業 108年5月起委託社團法人臺灣歷史資源經理學會 辦理仿飾清查計畫 由該學會邀請專家學者進行實地仿飾 並提供建議處理方式 本局313位文資委員辦理現刊 令民眾函詢案件如涉及自行谷查列車建物 由本局邀請3至5位文資委員召開現場勘查 有關109年12月至110年3月間 共勘查20處建物 結果為建物現況不佳或增改建或多 解除列車20處 相關的清測值紀錄是委員祥參 資料 然後以下為現餐的清單 然後這為辦理的現況照片 你辦一 董案會刊結果你請統一備查 二 董案一結論辦理透數 好 謝謝 針對這一次的報告案 各位委員會選個請 好 那我們本報告案主義備查 來 下一案 文化資產補助案 補助經費辦理情形報報案 依據文化資產保存法第8條 第30條及台北市古基歷史建築 紀念建築居入建築群 考古遺址使經文化警官補助作業要點 辦理情形 一 本市110年度公有文化資產資本門 編列新台幣500萬元省 公有文化資產經常能編列新台幣400萬元省 自由文化資產資本門編列新台幣1000萬元省 自由文化資產經常能編列新台幣1000萬元省 二 本來為第二階段申請 整理狀況如下 一 公有文化資產資本門本局受理申請兩案 二 私有文化資產資本門本局受理申請十案 三 私有文化資產經常能本局受理八案 三 本案由復國委員、李訓良委員、案件權委員 劉淑英委員及薛琴委員組成專案小組 110年4月16日召開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請委員降附件衣 第四頁正第21頁 未立文化資產保存及修復及再利用 有關補助審查 細已具備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管理維護計畫則優先補助 建議合併分配結果說明無項 一 直下市令股基因公甲謝債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金核令總經費為新台幣200萬元 本局補助額百分之百 以新台幣200萬元為上限 二 直下市令股基因鼓勵台灣大學日式宿舍代運軌運所 潮州前九號修復工程規劃設計 海應應計畫 金核令捕捉金費為新台幣460萬元 本局補助額百分之百 以新台幣460萬元為上限 三 直下市令股基因 助順獎軍廟 四 直下市令股基因 尺度新唐修復工程及周邊設施整備工程 第一剩 金河定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申請110年度補助 6. 歷史建築鴻爐修復期再利用計畫 金河定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申請110年度補助 7. 指向施定古籍中山基督教章和教會 修復期再利用計畫和管理文庫計畫 金河定本局補助管理文庫計畫 費用為新台幣10萬元 修復期再利用計畫 以總經費新台幣100萬元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申請110年度補助 8. 歷史建築鴻爐修復期再利用計畫 金河定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申請110年度補助 9. 指向施定古籍歸薛街盟國夢樓日常館遊規計畫 金河定先扣除行政人員執行工資 租金補貼 資本門如消防監視設備及通報系統 照明設備維護和設計費用後 提售文化部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110年度補助 10. 指向施定古籍曾經來故居 屋頂經濟強修工程 金河定總經費為新台幣20萬0884元 本局補助額100%以新台幣20萬元0884元為上限 11. 指向施定古籍曾經來故居文物補償計畫 金河定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110年度補助 12. 指向施定古籍曾經來故居後側庭院及周邊設施 修復工程規劃設計含義計畫 金河定總經費新台幣100萬元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升級110年度補助 13. 110年度活動資防護專業服務中心 台北市推動文化資產災害防治及訪市查核計輔導計畫 金河定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110年度補助 14. 歷史建築玻璃露餐廳經濟強修工程 可要多於補助 15. 歷史建築林秋庫區修復工程規劃設計含義計畫 金河定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110年度補助 16. 執校市定古居宣格修復工程規監照第三期 金河定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110年度補助 17. 執校市定古居學海書院經高市中指修復工程規監照第二期 金河定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110年度補助 18. 歷史建築原士林工會堂 修復期再利用工程規監照 金河定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110年度補助 19. 歷史建築原士林工會堂 19. 歷史建築原士林工會堂 修復期再利用計畫和管理物品規計畫 金河定總金費為新台幣95萬元 人均補助額多90% 以85萬5000元為上限 直轄市定古居清燈市修復工程規監照第二期 金河定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110年度補助 19. 重上公有文化資產資本門合定補助一案 19. 私有文化資本門合定補助兩案 19. 私有文化資產補助金河門合定補助三案 19. 提售文化部文化資產局申請補助14案 19. 考量年度預算執行之效益 19. 繁金河定補助案 19. 應簽訂補助行政契約後 19. 方能辦理發包作業 19. 補助案執行期間 本局將不定時派員查核及指導監督 19. 補助案如意固製110年6月30日 19. 人物發生全責完成發包簽約 19. 原核定補助資金費 19. 本局德勢情節輕重撤銷廢費值或拉入 19. 後續年度評估辦理 19. 以辦引起同意備查前述合定補助結果 19. 補助分配結果將公布於本組 19. 下屏下 好 謝謝 各位委員對這個案子有什麼意見 好 那我們本案同意備查 好 下一案 接下來是審議案 首先審議案案1 案由大同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217-7地號等 10B土地新建工程 林植霞市定土基國立台北大學日市宿舍 溫州街22項4號 涉及文化資產保存法審 第34條規定審議案提起審議 依據文資法地算的次條辦理 本案是更新都市更新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大安區龍泉段一小段217-7地號的10B土地新建工程 因林植霞市定股基溫州街22項4號 法院檢送涉及文資法第34條報告書 以及古蹟監測保護計畫過局 本局在109年12月8日以及今年1月11日 邀集文資委員 召開本案涉及文資法第34條報告書 及古蹟監測保護計畫審查會議 也論對書簿監測有涉及破壞古蹟制完整 遮蓋其外貌、補色其觀覽通道之餘 請申請單位依偉的意見修正 送本審議會審議 申請單位在今年4月12日檢送修正後 報告書籍古蹟監測保護計畫 本案基地周邊環境圖 藍色是基地位置 紅色框線是古蹟溫州街22項4號的位置 修正後的視覺模擬圖 接下來請建築事處做簡報 提醒報告10分鐘 好 可以嗎 主席各位委員好 好 我們針對這個案子來做一個詳細說明 首先這個是在我們的基地的夏明結構有一個余大圍故居 所以我們就在這裡就要做一個所謂的配合 那我們是個完整結構 那在另外的結構的這邊的八樓的一個房子的另外這邊呢 這裡是一道有故居 但是這裡有一個八樓的建築物 大概是一個這樣一個基地的條件環境之下 那因為我們基地的這邊呢 剛剛這裡是個公園 那在故區都往南就是一個建國高架 高架橋 那本案呢 我們整個因為我們是有那個都市更新獎勵 跟老舊公立的專案 總共獎勵是74.4% 那他因為要故事更新 所以有些退縮 那老舊公立專案比較退縮 所以我們空地會留色比較多 那所以留色比較多的話 就變成說單層建築面積比較小 然後可以把面積往上點個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看目前的設計是地下10層樓 地上21層樓 一個建築物總共97戶 建築是73.24公尺 那主要是做集合住宅使用 好 這樣除非剛剛提過了 就是在這個地方是公園高架橋在這裡 那這個八樓建築物 那這個一大圍 對 那在這邊就是 剛才有報告的是一個 剛通過了15樓的一個境内 就是剛才報告的 就在這個範圍裡面 那我們是一個文化電波 那從都市文理來看的話 我們這個的那個所謂的 文創的遊賞的一個步道 是從最這邊的和平東路 和平東路一路往裡面走過來 因為從青海路走進來的機會比較少 就是從和平東路一路走過來 看到嗎 那這個遊賞的這些的路徑 我們看到從和平東路過來 那這個地方總共其實有三個 名列為古蹟的一個就是 有一個紫藤爐 紫藤爐古蹟 另外一個大圍紫 然後另外就是那個 剛剛提到的我們 我們的一大圍的那個戶區三個 那其他就是可能比較是文創的東西 比較一個接骨 一個附近的一個友善的關係 那人潮大概看到的是一些 可能紅色的或是一些綠色的 像那種裡面轉折旅物的動線 那我們的境地之一是在 環境裡面的最末端 看到 下一張 那這是一個我們這個基地 300公尺 就是說 對不起 是一個開挖深度16.4公尺的 三倍的範圍 跟開挖16.4公尺 5倍的一個範圍距離 做監測的部分 大概是這個樣的情況 這個在這個地方基地角落這邊 我們基地在這裡 但是我們如果從這邊來看 這個所謂戶區的時候 看到大概就是戶區其實看的不是這裡 因為外面的有那個雅律山大的椰子 跟一些棺木蟲 把它這個地方這個角 給它遮得比較 比較防止比較不明顯 那從這邊看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正面是在這個下面 那因為它主要正面是面臨的6米以下 是6米以下 所以它要很靠近才看得到 那本身建築物的一個 它建築物實當然就是從日據時代的 那個台大的宿舍 然後重要的是現在我們要看到 看待這個建築物的時候 就是說它建築物留下來的意象就是一個 它有那個雲林板 木頭雲林板 那是因為有被重新油漆過了 所以它變成油漆過之後是個灰白色的 那有格子窗 格子窗 它整修過之後 跟以前的純木頭的那個比較黑的比較黑 就是灰白色 格子 所以我們看到的一個印象 這個元素就是 雲林板的這個所謂的灰白色跟格子窗 跟屋頂的那個黑網 那這是我們的一個配合理念 就是說在這個導覽上面 就是說我們在這裡角度裡面會放置 像一個在這裡會一個導覽的告示台 那我們在這個鋪面上面的景觀 他會類似做一個所謂的柯紋的 石頭柯紋的一個的意象的出面 來呼應這個對於這個 瑜伽的一個訴說交代 然後呢 為了配合 配合那個所謂的